2020年第四季后就再度出现经济收缩 同时就公布了一个第二阶段的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是明天开始 食股由四人一台放宽到八人一台 接下来的母亲节大家可以三代同堂吃饭 还有酒吧就重开 找回一些相关概念的股份 昨天看到有一个创业版股份 太平洋酒吧就八四三二大升三成 不过其他餐饮相关的股份就不算很有反应 这个放宽社交距离的概念是否已经炒完了 其实也只有炒字 如果你说有份炒的 即是巴巴斯菲有份炒 即是八四三二 另外就是淡仔也有炒的 二一七的 昨天在隔离台做节目 也在说 难道放宽百人的话 你会八个人一起吃淡仔 不会的 淡仔一人吃的 通常都是 所以记住 炒还是炒 业绩还是业绩 最怕的是什么呢 你觉得放宽会利好淡仔的业绩 那就无谓了 因为中长线持有淡仔 不是那样东西 纯粹经常都说 有几只股票是 是很 对于放宽之为敏感度很高 譬如淡仔 二二一七 或者一只 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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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就是最复流 这些真是炒味浓一点的股票来的 所以 他们是比较敏感的 但不代表它們一定會受惠 就是業績會有很大的反應 所以只是流於炒的角度 我用另一個說法 例如1137 我們經常都之前炒的HKTV Mall 當時一有疫情的時候 就是喪炒的 但都是流於炒的 到最後1137的HKTV Mall 現在叫做香港科技探索 它其實業績不算太好 所以你要明白原來疫情之下 我們憧憬業績很好 但原來未必是 只不過是在炒的角度出發 所以大家記住炒歸炒 就不要想著業績會很好 我真心覺得 如果說放寬夜晚的 就是多少人吃飯的 就是聚覆流是比淡仔還可以的 那正數是 是的 因為旗下的餐廳 是 便爐合理一點 淡仔我都不會看到 有一條長桌八人一桌 也沒有的 是的 但是去到聚覆流 我們真的覺得從業務層面去看 你都覺得只有炒字 都是炒味濃一點的股票 如果大家有看盤路 通常有一些 我形容為炒鬼盤 還有它炒得相對安心的話 就是它的派息是挺好的 因為它來到這些位置 都還有百利息 大家去炒 所以大家會看到 甚至低位 都有些盤去承接 就是這件事 令到股價會有些承擔 當然來到一元流上 那個直播率就相對低很多 所以現在大家炒的時候 就自己住碼控制風險 或者自己設置一些支援位 低那些東西 是的 真的好啊